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这是今年10月16号 一位名叫艾伦艾普林的业余天文爱好者 在美国肯塔基州上空拍摄到的一段不明飞行物的视频 艾伦艾普林拍摄到的这艘雪茄型UFO 看起来像是两个闪烁的灯管并列飞行 有时候它会变得非常明亮 看上去似乎要合并在一起 它飞行高度超过了一万英尺 这超过了普通商用客机飞行高度的两倍以上 美国有三个州 过千人同时目睹了这一景象 但令人不解的是 该地区的警方虽然收到了大量关于这个不明飞行物的电话报告 但他们仍然没有找到该不明飞行物 来自明尼苏达州东部拍一线的机场维达显示 在艾伦艾普林录制视频的时间段上 没有关于这个UFO的记录 该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 激起了全美范围相关UFO团体的研究热潮 更有评论认为 这是一艘来自传说中星际联盟的空天母舰 在网络上曾有人对这种雪茄型UFO进行描述 并做了科幻动画模拟 这时在远处最里面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长形物体 就像一根横摆的雪茄 随着飞船的靠近 它在我们面前迅速放大开来 原来这是一艘宏伟的太空飞船 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庞然大物 看上去好像是一座巨大的城市 我们靠近它身边时 它显得如此之大 几乎看不到它的尽头 大飞船上有成千上万个明亮的小窗户 看起来至少有十几层船舱 这是一艘供应船 是参加援助任务中最重要的船只 是一种类似航空母舰功能的飞船 只不过它搭载的不是战斗机 而是太空飞船 它可以收容几百万人 并时刻处于待命的状态 因为谁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需要营救大批的人群 不过艾伦安普林拍摄到的这艘雪茄型UFO 根据飞行的高度目测 它的大小还跟网络上形容的空天母舰相差甚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